台湾是不是做美国的棋子 这不是你 柯文哲说的就算 很多的内情我们不晓得 这个蔡政府跟美国之间是怎么样来合作 怎么样来沟通协调 我们未必完全是棋子 这是大家基于共同的战略考虑的一个合作关系 你不能把它解释成棋子 就算台湾是美国的棋子 那我们也要利用价值 才可以成为人家的棋子 好 你柯文哲讲 你要作为美国跟中国之间的桥梁 你凭什么 美国3亿多的人口 中国14亿的人口 你台湾2300万的人口 你凭什么做棋子 所以说柯文哲在打高空 你怎么做桥梁 你凭什么 柯文哲在打高空 他提出一个美丽的完美的情境 用完美的情境来对照现实 而且又把现实扭曲成棋子 2